好,我们接着的话就要去完成这个引导页的一个模块 来看一下我们的引导页 这个挂掉了,再点一下它 这个引,这个叫启动页 启动页的话就比较简单 其实就是一个Sprice界面 无非就是隔了三秒 你就跳到左界面去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来学习一下 怎么去弄它 这块的话就可以干掉了 它对应的话是一个群屏的 群屏的话你就可以去在这里面去修改一下它 好,修改一下它的一个主题就可以了 对吧 好,在这里时候我们来配置一下它的一个主题 对应的话就是一个Style 下面的比如说你来看一下 这里的话你就可以去用ZIM下面的有一个Low Action Brat 它的话就变成了一个群屏了 对吧 好,对应我们再回来 好,在这里面要做的操作是啥呢 其实首先把这个布局给它搞定 好,第一个我们来完成一下布局 好,这个是出现了这个情况 那你这个时候一样的 你选择一下Word看一下能不能出来 好,这个时候能出来没问题 或者你选一下这边 好,它一般这两个问题 两种方案的话都可以把它给解决 好,这个时候看一下 好,现在的话我们这个默认主题的话 它是一个APP的ZIM 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对吧 好,这个主题的话我们把它给改一下 比如说我把它给改成一个Low Action Bar Light的Low Action Bar 它的话就变成了明亮的一个主题了 对吧 好,这个主题的话你可以修改一下 修改成我们自己Project里面的一个主题 好,这个是我是把它改成了一个 我看一下 对应的话是一个Low Action Bar 我是用了它,对吧 上面的这个看一下 OK 好,这个效果的话就和我们跑起来的效果 是一模一样的了 好,对应来到TXT 来到这边的预览视图 好,我们这个见面的话比较简单 比如说我就让它居中就可以了 CenterInParent 改成这个Tool 好,对应给它一个文本 这个文本的话就叫我们的一个Splash就可以了 不用去做那么花哨,对吧 Splash 好,这个文字大小的话改大一点 TextColor的话对应把它改成一个黑色 黑色的话是000 好,对应这个文字的一个大小的话 把它改大一点就可以了 比如说改成一个50SP吧 你看 在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Splash界面的完成 好,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要做的事情的话就是 啥?隔三秒 像是停留三秒进入到主界面 好,就OK了 好,在这里停留三秒进入主界面的话 实现方式方法的话都很多,对吧 你可以用这个Handle机制啊 或者你用这个Termotask都可以做到 好,在这里的话 我首先去创进一个工具类 我们用这个工具类去做 来,这里的话 给它创进一个包 比如说去留一个Package 对应的话是一个Utils 放置我们Utils 好,对应的话我再去留一个Class 好,这Class的话叫一个ThirdUtils 这里面就放置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的话就是写一下 这个是主性程执行Task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UI性程执行Task 要在这个 要在UI 首先你在这里有流对 这个叫一个,我看一下 一个的话叫子性程执行Task 另外一个叫做一个UI性程执行Task 只性程执行Task的话 那就创建一个方法吧 这个的话叫Public Vuid把它改成一个Sutatic Vuid叫做一个Run 相当于是运行在Third里面 只性程 这个时候我们给一个Task 这个就是一个Runable 对应的话就是一个Task 对应的话我就去开启一个性程 对应的话是把这个Task扔进来 再start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传进来的一个Task的话 它就在子性程中去执行 可以理解吧 对应的话我们在UI性程里面再去 创建一个方法 在UI性程里面执行Task Public Public Static Vuid run in UI的一个Sert 对应把这个Runable传进来 它这个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 让它在主性程 相当于是UI性程的话 就要在主性程中执行 对吧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搞一个Hunder 在主性程中 创建一个Hunder Vuid Static的一个Hunder 等于这个Hunder 等于6一个Hunder 好这个Hunder导包 需要去注意 现在我导的包 有没有问题 导到这个Login下的一个包了 它对应的话 我们应该是导这个 看一下 这个时候它会导 导的话是导这个Android OS 下的一个Hunder 好 6了一个Hunder 那这个Hunder的话 就是主性程下的一个Hunder 写一下吧 主性程里面的一个Hunder 因为我当前是主性程 所以说这里创建了一个Hunder 就是主性程的一个Hunder 好 那这个时候 我要UI性程去执行Task的话 我就拿着这个Hunder去 把这个改一下吧 改成我们这个M的Hunder 拿着这个MHunder 去执行这个Pose 这个Task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在UI性程里面 去执行这个Task了吧 对吧 这块的话 是不是我们在哪里讲过的 谷歌市场里面 对吧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用这个工具去实现了 比如说停留三秒的话 是啥意思啊 那其实就是 拿这个UTO去执行 开一个星程就可以了 第二 Run一个星程 6一个Runner 停留三秒的话 那也就是说 这个停留三秒的操作 我就可以C-Storm Clock D-Sleep一个三秒就可以了 停留完了之后 是进入主界面 进入主界面的话 也比较容易了 那相当于我在这个地方 给它开启一下就可以了 对吧 那就是搞一个Intent出来 等于6一个Intent 对应的话 它需要我们的一个 上下尔 Splash D-Race 对应的话 主界面 其实我们这里还不是主界面 应该是登录界面 还没有跳过去界面 登录 那在这里的话 就让它去创建 这个登录界面就可以了 那就是在这里 有一个 Login的IkT-VT IkT-VT 它对应的话 start了一下IkT-VT就可以了 它对应的话 把自己给finish掉 好 这个时候就要去创建一个 Login的IkT-VT 对应的话 我们去创建一下 6 对应的话 选中这个包 这个包的话 我们再去创建一个包 比如说在这里去 6一个包 这个包的话 就是一个IkT-VT的包 好 对应我们在这里的话 再去创建一个 Splice的一个IkT-VT 选择这个空的IkT-VT 创建这个Login的IkT-VT 好 对应的话 OK一下 好 这个Login的IkT-VT 一下就创建好了 好 在这里 我就可以去启动它了 创建好了之后 它就会跳过来 跳过来之后的话 这一块我也把它给干掉了 好 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的登录界面 对吧 看一下它这里面用啥呀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协项 登录界面 这个怎么成这样呢 好 就Login IkT-VT吧 好 这时候我们来运行起来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效果 其实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Splice IkT-VT OK了没有 就这样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对吧 运行起来看一下 稍等一下下 稍等一下下 好 点击OK 这个就OK了 但这个背景的话有点丑 有点丑 然后看一下这个 再来看一下这个背景 怎么会是一个Heading 这个背景有点丑对吧 好 看一下我们这个背景 这个Splice 好 对应的话 我来看一下我这个清单文件吧 在这里的话 我就把这个主题干掉就可以了 因为我群聚的一个主题的话 我已经把它给改了吧 它走它的话 它会走到这个Lite的ActionBar 对吧 这个时候再运行起来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看一下 好 这个Splice这面 以下就OK了 三秒钟就跳过来了 跳到login.activity 来 好 这里的话主要就这个方法 对吧 这个方法需要去注意一下 先例是执行任务的方法吧 它在里面的话 就可以在执行任务 对吧 好 这也是我们常用的 任务的话 你要么在直行程执行 要么在UI行程执行吧 主行程执行 对吧 好 这一块 这个方法比较重要一些 稍微的停一下试验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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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